8月1日即时动土 台东近年来经济蓬勃发展 许多企业进驻 最明显的建设业发展 8月1号在台东 首座南欧峰极致休闲豪述名人相谢 进行了动土典礼 由莉莉建设投资新建 而且建筑采用了首座南欧峰极致的休闲豪述 规划是以红瓦、白墙、西班牙式的三楼透天行事 在8月1号上午动土仪式 由莉莉建设董事长徐莉林 以及总经理姜田和生共同出席 立委刘正豪、议员林参天、市长陈建格 以及市民代表陈明峰 都参与此次的动土典礼 市长好 这个也是一个运言机会 那我们发现当初有发现这块土地 我们经常标购的时候 就觉得说一直在想说 这个产品究竟要定位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发现这块地 第一个三千多瓶 加国有地的话总共有三千多瓶 然后我们邻近有一个很漂亮的农地 然后也有很漂亮的景观 然后包括也有看到日光大桥 那我们大饭店 这么大的土地、基地面积 有那么大棒的美景 如果我今天盖一个平时的大概八九万的房子 我是觉得有点可惜 那我刺查了一个地方的一个房屋的景态 房屋的状态 我觉得说这个地方有条件的 可以让我们的带动我们台东的建筑品质 所以我把北部、中部 目前最优质的建筑的观念把它带进来 希望能够带动台东的建筑素质 这样子 有怎么这样 现在最夯的、最先进的云端住宅 我们也带进来 将来里面的住户 你只要说 你只要透过一个手机 你完全可以监控 不只监控 还可以管理你的住宅 董事长徐立林表示 这次推出的首座南欧风的休闲豪数 相信可以带给台东相亲不同的新感动 而且推动是以绿能为主 不会只看到冷冰冰的建筑 广大的绿地 可以增加生活的休闲机能 另外 屋内将打造首创 云端保全住宅 不管是您在上班或者是出国 都可以透过智慧型的手机 看到家中的情况 说到名人相谢 就好像看到我们台东的骄傲一样 我想我们江田总经理 跟我们徐董事长 今天特别穿上了 我在台东 马卡巴哈的这个服装 我要跟大家报告 在还没有推动 我们这个建案的同时 我们粒粒建设公司就到台东来 做出我们的社会服务 跟我们的公益爱心的捐赠 包括对我们整个文化活动的支持 还有对我们弱势团体 我们旧青教育院 这样的一个无私无我的奉献跟付出 连把我们台北IMC 这个研究协会也都引进来 我想这就是我们逮当鼠摇 我首先要来代表我们所有的乡亲 欢迎我们徐董事长 能够来在台东盖这么高品质的房屋 那我也祝福这整个 整个施工的过程 一切都非常的顺利 最重要的是这样 我们期待这样的品质的房屋 能够获得我们乡亲的肯定 在销售的成绩上 有非常亮眼的成绩 那我们相信这个江田总经理 是我们台东优秀的子弟 他一定非常珍惜 能够在自己的家乡 有这么一个好的表现的机会 特别设计的时尚电梯 也方便让家中的长辈使用 董事长还挂保证 推出的这档建案 绝对是台东的骄傲 他们非常用心 打造高品质水准的住宿环境 要让台东真的不一样 东太宣布发明的 采访报道 机场开工顺利 动土平安